事實上我們會延續外幣的匯率資料下載部分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我有把它放在公告裡面 或者你們可以到 助教會幫你們貼到每個課程的作業繳交區 或者公告區裡面也有 然後上個禮拜是第11次上課 這邊有五段影片 第一段的話就是把資料下載下來 下載的話我們會用一個物件叫Cretable 這個範本的話 請你們雲端上面應該可以找得到 這個外幣匯率資料下載 這邊的話有個範本 主要是利用一個物件叫Cretable Cretable 這個物件主要就是你只要是CSV的檔案 它通通可以幫你把它抓下來 你只要告訴它網址在哪裡 另外的話跟它講說你的編碼方式 所以兩個東西 一個是TES的分號 一個是哪個編碼 如果是BIG5就950 如果UTF8就65001 大概這樣就可以把資料給抓下來 可是這個抓下來之後 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的日期不是正規化的 就是說它沒有加斜線 所以我們又寫了一個修正程式 VBA的修正程式 就這一段 然後呢 其實這個修正程式主要是做什麼 就是在年月日中間呢 把它加了斜線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AND 有沒有AND斜線 其實就主要加這個 然後把頭尾把它拿出來 頭中尾把它拿出來 然後呢加上這個斜線 串在中間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上禮拜我看一下 還有什麼 再來就是做那個什麼 折線圖 那折線圖的話 總共因為有10個匯率啦 所以要畫10張折線圖 可是畫折線圖該怎麼畫呢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是用錄製的 所以其實錄製劇齊 錄下來之後的話 錄一個美元折線圖 其實錄製的話就有一個動作 後面其實我們再加上坐標 坐標就是這兩個 有沒有 Lapt跟Top 然後呢再是寬跟高 就是Wiss跟Height 有沒有 乘上10就是10欄寬 10列高 當然未來呢 如果你假設 不希望它這個大小 寬跟高要調整的話 其實你可以自己再調整相關的參數 做出來其實就是美元折線圖 那再來的話人民幣折線圖 人民幣折線圖 其實差別只有在那個什麼 它的那個M1變成M11 其他都一樣 另外還有裡面的圖的那個range 這個range指的是source 這邊有個set data source 意思說你的資料範圍 那我把它切兩塊 記得這個是第一個範圍 這是日期 這個是它的匯率 所以其實range後面 記得喔 前後雙引號是串在一起的 你不要把它分兩個 我發現之前有同學做錯 就是在那個什麼 雙引號 這邊又一個雙引號 把它隔開 不對喔 記得喔 頭跟尾是接在一起的 就是一個字串 裡面呢 放兩個range 兩個範圍 就是意思說選兩個啦 然後呢就可以畫出 美元人民幣 其他一些推特 所以後面我們就把它全部串一起 寫出一個全部折線圖 那因為會需要解決兩個問題 哪兩個問題呢 就是 比如說美元折線圖 換到那個人民幣折線圖 第一個是哪裡呢 這個M1要變成M11 所以這個地方我產生一個K的變數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B 要變成C 兩個變數喔 所以只要解決這兩個變數問題的話 那其實全部折線圖就完成了 所以喔 看起來好像應該蠻複雜 當然你一次寫到位一定很難 可是如果你把它拆開來 慢慢慢慢慢慢做 其實你會發現 好像也沒有這麼複雜啦 OK 所以寫程式喔 不是說叫你一次就寫到位啦 沒有啦 你拆開 沒關係 你先完成一步喔 然後再想 下一步 再下一步 有點像那個積木一樣嘛 你就拼拼湊 湊起來之後呢 最後就是全部折線圖 所以這邊的話 會有個全部折線圖 然後我增加一個K 那想一個辦法 K的話呢 初始等於1 就是它第一次一定是1 所以第一次是1 後面的話 每一次加10 所以把它K加10 再把它存回去 加了10 11 21 31 剛好符合我們要的 再來的話呢 利用一個MID 去切割什麼呢 切割B到K的文字 然後呢 每一個 所以喔 FORI I的話等於1 就切到B I等於2的話 切到C 所以呢 它就把這個資料呢 放到一個變數裡面 再放到我們要的那個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把它串在中間就OK了 那這樣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上個星期的話 其實看起來 都蠻難的喔 但是最好是你們回去 確定一下 能不能做出來 所以上個禮拜是這個 下載 這個資料把它下載一下 重新下載 那你可以發現喔 按一下之後 這個資料就更新了 上個禮拜好像只有到22 不過今天好像又更新到多少 41 上次好像到37列喔 OK 那這邊的話呢 變成我們資料 今天變41 它又往底下又自動更新了 所以我們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呢就是怎麼樣 先把舊資料清掉 所以按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按右鍵指定聚集編輯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程式的話 這邊是先清掉就職 我把字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這邊把它改成14號字 OK 舊資料先清掉 然後再去抓新資料 那記得這邊有個call 那個修正日期 修正完之後你會發現 日期應該就是正確的 看一下應該是正確的 感錯向下 OK 沒錯喔 那不過可能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個程式裡面 我把這個開發人員 也把它叫出來好了 這個開發人員 預設是不會打開的 那開發人員裡面 VEO Basic裡面 那你會發現 我這邊其實本來這個 原來的數量上個禮拜是37 可是你會發現 我把它改成向下追蹤 有沒有 從Range A1向下追蹤之後呢 它就會自己抓到 不一定不是37 如果你假設37的話 那今天的資料會錯 它只有跑到37 不對 應該是向下追蹤 所以我這邊的話 有人寫了一個什麼 游標放A1 Ctrl向下追蹤 它追蹤到的結果 那就會是41 所以這個寫法是什麼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就是游標放A1 向下追蹤 取得的列 列是這個 所以把41這個數字 把它搬到這邊來 複製到這邊 所以2到41列 幫我中間都加斜線 然後存完之後呢 把它放回去儲存格 OK 好 那最後的話當然 我們就是可以畫圖了 那畫圖基本上 我把它畫在哪裡 畫在這邊 假設M1這裡 然後美元折線圖 人民幣折線圖 這邊有個3圖 OK 然後呢 全部折線圖 就出來了 總共有10個圖 這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接著繼續來看 因為這個匯率資料 其實已經算不錯了 不過就有同學會說 老師這個匯率資料好像不夠完整了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只有2023年的10月份 到11月份 可是你想說老師我想要查的 並不是這個區間 我想要查別的區間 可能是這個什麼 10月以前的 1到9月 1到9月的匯率好了 那可是問題 1到9月的匯率 那我要怎麼查到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你如果用 我目前提供的這個連結 就是最上面的開放資料連結 這個就沒辦法辦到 因為它只提供最近兩個月吧 OK 所以如果假設要抓到 其他月份的資料的話 它好像 底下好像也有人留言吧 希望取得更多資料 比如三年以上 然後它這邊好像有給一個 給一個什麼 這個什麼 只提供那個禁量 他說如果建議到本公司 這好像是一個工程師回答 他給了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 然後他說要到這個網址吧 他說 那這個網址的話你可以把它連過去 好像就是奇交 台灣的奇貨交易所 然後他說它可以到哪裡呢 到那個什麼 交易資訊裡面的 每日外幣參考查詢 有沒有 所以它這邊 這個交易資訊 在這裡 交易資訊 然後呢 每日 在這裡 每日外幣 這個參考匯率查詢 點擊進來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 一個 可以讓你查區間的 那你可以看到 預設是10月到11月 可是如果你假設改一下 比如說你改成什麼 我改一下 改成1月到6 1月好了 比如說這個是 你可以改一下日期好了 這邊是1月 然後這邊假設 我改成1月到6 1月到6月好了 1月到6月 今年的嘛 2023 那你可以點這邊 你可以點這樣一下 然後2023的6月30 1到6月好了 OK 那你可以按下送出查詢 他會幫你把1到6月的資料 全部抓回來 你可以看到 2023的1月有沒有 到20... 有沒有 3月了 4月 5月 6月到30 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 假設你要去取得 其他範圍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到這個網站 有沒有去抓到你要的資料 可是當然有同學問到 老師那我要怎麼把這個資料給取回來呢 難度會更高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你按滑鼠右鍵 這邊其實右鍵的話 這邊有個檢視原始碼 那檢視原始碼的話 表示這個後面看到 當然你會看一堆的程式 這個其實是HTML 也就是說你要的資料 其實是躲在HTML底下 而且HTML總共四千多行 光看到頭暈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抓這個資料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不要按右鍵 不用看原始碼 原始碼太難看懂了 你可以按右鍵有個檢查 檢查的話 你找到你要找的位置 比如說要找日期 按右鍵檢查 你會發現右鍵檢查之後的話 那這個日期 它所在的位置是在哪裡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陰影 它後面有一個淺藍色 淺藍色 那你往上找 你會發現 只要是小於符號開頭的 就所謂的HTML的標籤 那實際上它是放在哪裡呢 它是放在一個 這個什麼 TH TH其實是tablehead 就是指的是欄位名稱 那TR的話就是tableraw R是raw 就是表格裡面的列 然後再往上的話有個table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把這個table 整個抓下來的話 那其實資料就下來了 不過要怎麼樣把這個資料抓下來 今天難度其實還蠻高 但非常好用 不然的話 你以後假設要這個資料的話 那變成你就是要土法鏈鋼了 有沒有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我不要土法鏈鋼 我只要寫個程式 自動可以把這些資料通通丟到Excel 那我們要做後續的統計分析就簡單了 只是今天東西的難度其實蠻高的 又跟上個禮拜其實有延伸性 那這個資料的話 你們可以看一下 在雲端白板的字二的部分 就是上個禮拜是字一 那今天的話在字二這個 你可以點開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連結 裡面有這個網頁 那只是說我要怎麼樣抓一整年 或者是抓一個區間的資料 那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這個網站的一個結構 那待會的話我教各位怎麼樣抓這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試一下